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中国新闻社记者许童童 我现在是在前往河南郑州的高铁上 受到河南多地暴雨的影响 今天途经之路的多辆高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们这辆高铁也是为数不多的,正常开出的 十点半前,我们的高铁即将抵达郑州 后续,我们也将用我们的镜头去记录河南郑州的暴雨情况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家庄特展 现在可以看到,因为受到暴雨的影响 这辆高铁上几乎每一站范尔克的人都非常之多 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字记者也在高铁上 让我们去看看他在干什么 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正在前往去郑州的高铁上 那么从17号以来 河南当地的将领就迁路了人行 那么我跟我的同事也是在21号的凌晨 也就是今天凌晨 刚刚接到要去郑州去一线排跑的控制 所以我们就赶了最早的一辆高铁去到郑州 在这趟开往郑州的高铁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车上的乘客还是特别关心这次水行的 都在刷相关的视频 谢谢 我们的高铁现在抵达了星达东站 即比早上7年26从北京发车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即比抵达郑州才有一个小时 我们在星达可以看到 现在的雨势也是在停电风大 在即将到达真正站的意义上 我们明显地感受到现在的行驶速度 较往常慢了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冬天风长有明显被雨水淹过的行径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河南郑州 尽管晚点了一个小时 但这一程整体感觉是比较平安顺利的 接下来我们将在郑州开展相关的采访报道 我们希望我们的采访内容在传递信息同时 也能传递信息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战州东站 现在我要去找我的小伙伴去会师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战州东站 我和我的文童是朗朗已经会合了 最后你让我们为河南加油 顺着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